嘿好大家好 我是小悠娜 現在影片我們來到了澳洲的黃金海岸 參加 WPT Australia 獻金戰鬥 買入最大的一場比賽 2萬澳幣的超級好合賽 Super High Roller 那場重新雲集 充滿各路職業玩家的高額三次中 25萬的騎士籌碼 我一上週就很屌子看20萬 但後來靠著一首JQAA翻倍後回到戰局 一路趁趁追擊 收持到80萬大關 結果一手三條街炸補沒過 又久久撞上的短碼JJ差頂廣身 但是緊接著跟一位日本老闆 連續三手大道波硬 全贏回到90萬左右 整個Day1跌宕起伏真的相當精彩 還沒有看過上幾片的朋友 我強烈建議先解決右上方的連結觀看 才不會跟不上階級的進度 目前Day1還是像15000、25000跟15000、35000 最後兩個level 83位報名人數也只剩下20多個玩家 我把順利的挺過Day1闖入Day2 並且進入到前圈 獲得最少87萬3千台幣的獎金 甚至是衝擊FT挑戰冠軍960萬台幣 與象徵榮耀的WTT冠軍獎盃呢 就要我們看下去吧 那影片開始前 先來一個重磅消息 就是我跟Alan哥哥還有查理 一起製作的全新撲克節目 Six Fan Live Show 六頁撲克秀來啦 結合火花、綜藝、娛樂、技術、策略的全新撲克內容 只要在下個禮拜二跟四 也就是5月7號跟9號的晚上八點 在Youtube還有Twitch上 試播一集跟第二集 並且從5月13號起 每週一、四的晚上八點正式播出 另外各位的朋友 請先點選下方置頂留言區的連結 趕快追蹤訂閱起來才不會錯誤 那讓我們回到牌桌上吧 那這個級別第一手優柔化的手牌 是UV加1的Regular Open了5萬 全部人蓋牌蓋到我在小盲的位置 拿到了KJ不同花 選擇了Call 大盲玩家也跟注之後 我們三個人看到翻牌 那Flop牌了K30不同花 讓我集中一個頂對K 我跟大盲的玩家都過牌之後 UV加1的玩家下注了5萬 那我選擇了跟注 大盲玩家蓋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Turn來一張梅花6 讓台面上有了後門花可以買的機會 我過白之後 UV加1的玩家 繼續下注了20萬 一個重注 那這邊當然它可以有比我好的成牌 像是AA、AK、KK、KQ、XX、K10等 但同樣的它也可以有 譬如說AJ、AQ、JQ、J9 以及一些X或買花等詐糊 那中了頂對K帶好地角的我 當然是要繼續跟注第二條街的 所以我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那Riverr也是這樣非常好的牌 黑桃K 讓我集中了一個三條K 也讓對手有比我好的成牌的機率 降低了許多 但因為這是一個三人池 再加上是對上一律加一的玩家 這張牌對它的範圍還是比較有利的 再加上它還是可以有AK、KQ、XX等 比我好的成牌之外 我也希望可以讓它有炸我的空間 所以我繼續選擇過牌 但很可惜的是 它也選擇了過牌 那我打開了我的三條K 收下這個底池 求買到了120萬左右 再來這首牌是HIGH學的玩家 Open了5萬 全部的人蓋不蓋到我在8層位置 我看看我手牌 我到了AJ童花選擇了扣 這座小玩家直接推出了 ALL IN 那盒管所屬它的籌碼 大概是50多萬 大網家蓋牌之後 牌學的玩家也選擇了蓋牌 這時候回到我的身上 那20出的大網 其實AJ童花 這裡算是我一個非常頂部的範圍 那這裡 小玩家SQUIZZE ALL IN的組合 它當然偶爾會有比我好的 譬如說AK、AQ等 但同樣的它也可以有比我差的 譬如說A10或者是AX 以及KJ、KQ等組合之外 我跟住下去也經常會看到一些 手裡對的跑碼 但因為這個底池已經多了一些 死前這個賠率 我是必須要選擇 跟住我的AJ不同花的 那在開牌之後 小玩家它也是AJ 只是它是AJ不同花 那最後排面來了 KJ8、轉牌4、合牌A 並沒有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們評分掉這個底池之後呢 忙碌幾百大佬 小玩家大碼1萬5、3萬 大碼千住3萬 那接著我排是全部的人蓋來蓋到我在C0的位置 我到了1對K Open了6萬5 後面的玩家只有大忙跟住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那Flop 牌了A67不同花 但玩家過牌之後 這邊因為有效籌碼比較短的關係 所以這種Flop 基本上我是全範圍下注的 因此我下注了5萬大約30%的底池 那當然玩家選擇了跟住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Turn 來一張專快J 但玩家過牌之後 這邊我的KK系比較難有三條街價值 也比較不需要保護 再加上也可以讓對手 如果有一些買順沒中的話 可以在盒牌有炸火的機會 所以我也選擇了過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那River 來一張疊牌愛心追 這時候大忙的玩家 Check 了第二次之後 這裡我就想要來拿一點 薄的價值了 因為大忙玩家的範圍非常非常的寬 所以理論上他的AX在這裡 盒牌是要跳出來做價值下注的 因此我的KK在這邊做價值下注 是希望他的6X跟7X可以選擇跟注 所以我下注了一個5萬小的尺寸 希望他可以跟注這些比較小的對子 那他選擇了扣之後 非常可惜的是 對 他有A8不同花中了頂對A 而我也輸掉這個底池 沒錯這盒牌因為大盟的範圍 走到盒牌寬四海 其實他是要自己跳出來價值下注 那他在這邊幾乎所有頂對的A 都可以BAT 特別是這種別到踢腳 更是不能損失價值 否則他那些買牌沒中的炸圍 就沒有價值範圍可以搭配 換言之如果他的A機會 都不會自己跳出來打的話 那就會變成他盒牌自己下注 很有可能垃圾太多或過渡炸圍 在這上我很多的A本來 在轉牌上面就不會過牌 所以我的盒牌在這裡 絕對是要價值下注的 只是現場玩家的跟注尺寸 可能比較小一點 因此我也有所調整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現在這盒牌是 全部的人蓋牌 蓋到我在8層位置 我們到了A4童花 Open的6萬5 這座小網站直接推出 All-in 60萬大玩家蓋牌 那60萬大概是20個大忙 那這裡如果是純粹Chip EV的話 A4童花是正的 但是這時候 其實我們不能只看Chip EV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ICM 原因是因為這座場上 只剩下大概20出頭的玩家 也就是只剩下25%的玩家池 那在考慮到只剩下4分之一 剩餘人數的ICM的情況之下 這邊A4不同花 就會變得非常的邊緣了 因此我選擇了蓋牌 那接下來這座牌 是UZ加E的玩家 Open的6萬 我在HIGHGY的位置 拿到了一對八 選擇了跟注 大門玩家也跟注 我們三個人看到 翻牌 那FLOPE有了Q23不同花 大門玩家過牌之後 UZ加E的玩家也選擇了過牌 那這邊我利用位置的優勢 下了一個小注 6萬5 希望能夠達到保護的目的 那在我下注之後 大門玩家蓋牌 UZ加E的玩家也選擇蓋牌 我收下這個底池 籌碼到接近120萬左右 好那Day1的最後 83位玩家剩餘 最後20人 GIMA是103萬7千5 那我就已經越高於GIMA的 1195千 就到了Day2負債 那Day2的第一個毛錢 是想要大忙2萬4萬 大忙前數4萬 也就是說我們只有不到 30個大忙的GIMA 只有25VD 那一開始都是一些 不重要的小搭小鬧後 MASHA就贏了一首 關鍵的翻牌箱 ALL IN 那Day2第一首 有我花的手牌是 全部的玩家蓋牌蓋到 我在8層位置拿到了A10不同花 我Open了8萬 小忙蓋牌之後 大忙玩家推出了ALL IN 40萬零五千 那這大概是10點多個大忙左右 那10個大忙的ALL IN 我在8層拿到A10不同花 當然只能選擇了跟注 不過跟注之後 非常的悲劇 因為大忙玩家 他有AQ梅花 所以我的手牌是被壓制 勝率大幅落後的 那翻牌後 我有辦法擊中牌面 奇蹟可不可以出現呢 就讓我們看到翻牌吧 那Flop牌的Q27兩張張塊 直接讓我幾乎勝率歸零 只能靠跑跑順或是後門的機會 但轉牌的愛心發 直接宣布了我的死刑 合牌的專快A 也對牌面沒有任何的改變 那我輸掉這個翻牌前 ALL IN 跑馬之後 充滿降到了80萬左右 那接下來這盒牌 是全部的人蓋牌蓋到 8層位的玩家 他Open了8萬 小忙蓋牌之後 我在大忙位置 看看我手牌 玩到了A8不同花 那這裡啊 我只有不到80萬 就是20個大忙內 A8不同花 在大忙遇到 8層玩家的Open 最好的選擇 就是直接推出ALL IN 沒錯這裡如果是同花的A8的話 你翻牌後 EQR表現會比較好 我會考慮選擇跟注 但是不同花的A8 推出ALL IN 則是第一順位 那在我推出ALL IN 之後 ALL IN 8層玩家選擇了蓋牌 我也成功的收下這個底石 那頂接下來這盒牌 是全部的人蓋牌蓋到 我在小忙的位置 玩到了Q3不同花 那這時候我看看大忙位的玩家 他的籌碼 只有大概不到20BB 這樣來說我會選擇LIMP 不過這時候是比 一個比較接近泡泡時間的ICM階段 所以我想要給他一些壓力 因此我用這個比較兩極的手牌 再加上有K跟Q的Blocker Brace 到了12萬 3個BB 那當玩家看看他的手牌之後 想一想 選擇了跟注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那FLAB牌了459 一個連結性較高的中牌面 我選擇了過牌之後 但玩家也選擇了過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Turn 來了一張黑桃K 那這黑桃K 看似對我的範圍比較有利 但其實我當下認為 這張牌非常重它的range 原因是因為他的有效籌碼 只有十幾個大忙 如果他有AX的話 他很多prefile 可能就會直接推出all in 當然如果他有好的KX 應該也會直接推 而打到轉牌這邊 對我來說 他更多的可能會是 譬如說一些中等的K 或是KX童話 或者是跟我一樣的Q High 或是好的一點的J High等等 所以我在這邊 打算選擇Check 第二次 畢竟我下舟 K一堆是絕對不可能蓋牌的之外 我在合牌 還有機會打蓋比我好的Q High 那我過牌之後 他想一想也選擇了過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合牌 River來了一張梅花A 這張牌就對我來說 是超級有利的 因為就如同我們剛說的 他在翻牌前 只有十幾個大忙 面對到我的open 幾乎都會直接推出all in 所以這場來說 只有我的範圍會有A 而他的範圍是沒有什麼A的 那我的Q高牌 雖然攤牌可以贏他的J High 不過我的Q High 基本上是最爛的Q High 所以在這邊我希望能夠把他比我好的一些Qi 譬如說如果他有JQ Q10 Q8 Q7銅花 Q6銅花等 全部都打蓋 甚至是可以給他一些 譬如說4X 5X等壓力 所以我下舟了16萬 超過三分之二的底池 一個比較大的柱 那想一段時間之後 最後選擇了蓋牌 我也成功的收到這個底池 充滿回到了100萬大關 沒錯 雖然Day2開賽就出師不利 跑輸了一把 但後來連續拿了兩個小的底池 又回到了100多萬後 目前是略跌於軍馬的 那就在這個越來越接近前圈的關鍵時刻 我跟一位美國亞裔的職業玩家 Steven Song 來了幾手 連續達到呼應的關鍵火花碰撞 那接下來最後排 是我在Lojo的位置 Open了8萬 全部的人蓋不蓋到 大盲位的玩家Steven Song 他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那Flop是379 兩張梅花 一個連結性非常高的牌面 又有買花的可能 不過讓我記得那個頂對頂踢腳 大盲位的Steven Song過牌之後 在這樣一個連結性比較高的潮濕牌面 我下注了12萬5 一個半個多底池稍微大一點的注 不過他看了看我的有效碼量之後 Track Race 到了25萬 算是一個最小加注 當然他偶爾會有一些比我好的成牌 譬如說一些兩隊等等 但更多的會是一些買牌 或者是一些踢腳比我小的9 那因為這邊其實我起始的有效手碼 只有20多個大盲 並不深 再加上我認為 它這個Track Race的尺寸 其實是非常剝削的 炸虎的頻率偏低 可能會是比我小的成牌 我想要讓這些成牌 全部在翻牌上面跟我打光 不會因為轉牌掉了任何的牌 而損失掉價值 所以我是直接推出了 All In All In All In 那大盲位的Steven Song是秒根 那開牌後 他跟我一樣也是A9不同花 I'm a hair 不過我有梅花A 所以有一個可以free roll他的機會 但是轉牌的愛心K 讓我們兩個確定平分的這個底池 合牌的黑頭Q 也對牌面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們平分到這個底池之後 我的抽碼還是位置在100多萬 那接下來這首牌 是全部的人蓋白蓋到 小盲位的Steven Song 他選擇的Limp 我在大盲位看一看我的手牌 我有90通花 那這邊20多個大盲 不到30BB的情況之下 90通花 我很標準的選擇了過牌 希望能夠realize 我的equity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那發牌了40Q不同花 讓我集中了一個第二隊 小盲位的Steven Song 下注了4萬一個大盲 我選擇了跟注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突然來一張梅花期 從上台面上有了後門花的機會之外 也有了各種買順的可能 那這時候Steven Song 下注了第二條街15萬 一個4分之3底池的重注 那這邊不得不說 他真的是非常的會打 因為這個轉牌 基本上是不太會有什麼 小的下注尺寸的 但遇上這種比較會打的玩家 他的下注是非常的均衡的 炸虎絕對足夠 所以我們的第二隊 會是最少得扛兩下的 因此我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那River了一張愛心6 讓台面上的後門順重了 這時候Steven Song 下注了第三條街37萬5 又是一個超過70%底池的重注 那這盒牌我就沉思了非常非常的久 雖然說我的這張9 擋掉了後門順的可能 但是也擋掉了蠻多 他譬如說K9啊 J9啊 等炸虎的組合 那對上非常厲害的玩家 理論上自有牌的根柱 Trip EV 是非常接近於零的 但是就如同我們所說的 Trip EV 接近於零 在中後期考慮到ICM 基本上就是不用想太多 通常選擇蓋一蓋在ICM上 都是比較好的策略 所以我想到最後還是選擇了蓋牌 那我輸掉這裡之後 銷買降到了八十多萬 那這時候除了毛錢 到想不到我們兩萬五 五萬大門出入五萬之外 我們也拆桌來到了最後兩桌 剩下15位玩家 那在距離前圈只有四個人的情況下 均碼目前接近140萬 我只有不到90萬 就是十七八個大門的短碼吧 那我們把稅力的挺進前圈 就要砍下去吧 那這之後排是 全部的人蓋不蓋到 我在HIGHJ位置拿到了AJ童花 Open的10萬 全部人蓋不蓋到 大門位的德國玩家Martin Finger 他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那發牌了Q23兩張愛心 一個偏乾燥的牌面 大門位的Finger的Check之後 我下注了7萬五 希望能夠當下收下底池 那Finger選擇了跟注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Turn了一張梅花漆 這時候Martin Finger選擇過牌的第二次 那這邊雖然我的AJ童花 是有一點攤牌價值的 但因為這時候非常接近泡泡時間 我是希望可以給他 所有的2X跟3X無限壓力 所以在他過牌之後 我下注了26萬 希望能夠打蓋他 除了頂隊Q之外的所有對子 不過沒想到 在我下注26萬之後 Martin Finger選擇了Track Race All In 那這邊啊 我當然就是只能選擇秒蓋了 我再次輸掉這個底池 重來降到了40多萬 唉 烏肉偏縫連夜雨啊 我這條牌個噴掉之後 降到了40多萬 不到10個BB 那我一個好消息是 這時候桌上突然有一手牌 是三壓倒到All In 一個88 一個AK 一個AQ 突然就這樣子 從15個人變成場效 剩下13個人 再兩個人就能夠進入到前圈了 但這個時候呢 我完全沒得不畏 因為全場沒有一個人比我短 我就是整場籌碼最小的玩家 那就正當我需要把握一個 翻面的機會 才能夠傾進前圈時 我們拿了一把 攸關到錦標賽的生命值的 販賣錢 All In 好嗎 那這牌啊 是Cut of Way的 普衛然 Open的10萬 我在8頭看看我的手牌 我拿到了A9不同花 那這裡我只剩下7.5個大忙 A9不同花 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一個比較邊緣的手牌 那這裡我要蓋牌 還是要All In的思考點 第一個是 我們這時候是最後13個人 而我們這桌是6人桌 所以我們的Anti 是比隔壁還要大的之外 普衛然算是桌上的巨碼玩家 那這邊8人對上CEO 我就是要推A9O以上 再加上他是絕對有能力開 他應該Open的範圍 所以在這邊 我的All In範圍就會是 A9不同花以上的AX 因此我推出了All In All In 大小玩家蓋牌之後 普衛然選擇了秒根 開牌他有一對Q 沒錯 撞到鋼板上了 但是有A就有30% 我到底會在這邊吃下了一個小炮 還是有辦法在翻牌後彈出一張A 持續存活在這樣比賽之中呢 各位叔叔伯伯親戚朋友們 平常看我被歪的那麼慘 舉起你們雙手 跟我一起高喊 A A A吧 那就讓我們看到牌面 那Flop拉出來 3 8 A 沒錯 正義執行 直接讓我擊中了一個頂對A 轉牌的磚塊8 也對牌面沒有任何的改變 這時候只要祈禱 盒牌不要掉Q就好了 但是我跟你們講 每次故事都是盒牌掉Q 都讓我先爽前面 那盒牌最後來了一張愛心石 還好成功頂住 讓我的籌碼翻倍成功來到了八九十萬左右 沒錯 感謝我的普克王幫我翻倍成功 讓我的籌碼來到八九十萬 那我以來也算是中國牌合裡面少數 我比較熟的 我在這裡歪他一把牌 有點不太好意思 順便幫他宣傳一下他的新書 關於WSOP的冠軍之路 即將在下個月出版 非常特別是我還有幫這本書寫推薦序 所以大家未來可以在這本書的封面上面看到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支持一下 好那寫了一圈之後 我們正式來到最後十二人的泡泡時間 這時候我就不是整場最短的了 隔壁有兩個比我短 一個四十多萬一個六十多萬 那我當然就是開啟狂蓋牌模式 因為WPT的泡泡真的太大顆了 它不像WSOP的最小mean cash是1.6倍的買入 而是兩倍多的買入 所以就這樣子又寫了兩圈之後 泡泡終於破了 來到剩餘十億人 我們也進入到前圈 獲得了最小四萬一千五百 機車澳幣大約台幣八十萬三千的獎金啦 YEAH 那我只剩下四十多萬的籌碼 來到小盲大盲三萬六萬 大盲層數六萬時 只有各位數個大盲 我們沒辦法翻篩成功 繼續往前走的就看下去吧 那這首牌是巴騰位的A等Open的十六萬 蓋牌蓋到我在大盲位置 我拿到了K8銅花 那這邊我只有四十二萬七個大盲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K8銅花好像是可以推出OIN 但就如同我說的 而銅花的牌 其實EQR是比較好的 再加上K8銅花是個中等範圍強度的牌 所以我可以打到翻牌後 因此我選擇了COL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那發白了A99不同花 我過牌之後 A等下注了EBB 那這邊有個K高牌帶不錯踢腳的我 選擇了跟注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轉來一張梅花6 我過牌之後 A等也選擇了過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合牌 那River來一張專快3 這邊其實我認為我是非常有攤牌價值的 一來是我的KT腳其實不算小之外 二來是大部分人都會認為說 我在翻牌上面跟注 我如果沒有A的話 通常就是有9 好像也不敢隨意炸虎 所以在我過牌之後 A等也選擇過牌 那我成功收到這個底子之後 籌碼回到60多萬左右 那這把牌收下來之後 除了我的籌碼來到60多萬 同時間隔壁也有一個玩家出局了 所以勝於10人 之後又有一手牌 那這把牌是全部的人蓋不蓋到 我在小忙的位置 我們到了二八童花 那這邊只有4個大忙左右的我 其實會all in 非常多的組合 那這裡我會選擇平跟或是race的組合 通常都是一個兩極化的範圍 要不就是最頂部的牆牌 要不就是最底部的牌 但依舊有一定的可玩性 那二八童花 就算是我在這裡最底部的範圍 我在這邊選擇race 是希望可以迫使對手在這邊 直接蓋牌 因此我open了16萬 但大忙玩家想一想之後 還是選擇了跟注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那發牌了K36 不同花 對我來說非常的好 因為這除了是一個偏乾燥的牌面之外 對手基本上不太會有K 因為他通常如果有AK等高牌 在翻牌前大多都會直接all in 打完 因此我下注了12萬5 大約三分之一個底池 希望可以直接在這邊收帕 那大忙的玩家想一想之後 選擇了蓋牌 我成功刷這底池 就買到了80萬左右 舊牌結束後 又調了一個玩家 來到了最後九人決賽桌 重點上決賽桌沒多久 就發生了AK撞AAA 所以我就這樣子 從頭到尾 籌碼都趕快不行 卻一路跳了兩個K jump 實在有夠爽 那我第一把動作 就是一手打到OS的關鍵手牌 那舊牌是我在MP的位置 拿到了K10通花 我大概就有13個大忙左右 那我在這裡先Race了一個比較大的尺寸 譬如說後面有人3B ALL IN好幾家打起來的話 我是會選擇蓋牌的 但是在我Race自己超過三分之一的籌碼之後 中後段位置的韓國玩家 直接推出了ALL IN 那後面的人全部都蓋牌 這裡對上一個玩家 我的K10通花 當然只能選擇了跟注 那開牌後 他有AQ通花 那這是一個4-6開的販賣前 ALL IN 跑碼 我有辦法擊中K跟10完成逆轉呢 就讓我們看到牌面吧 那Fluffer拉出來 259兩張黑桃 非常的好 因為我雖然沒有擊中K跟10 但我有一個兩高張帶買花 反而讓我的勝率變成5545 領先AQ 那轉牌來了一張專快J 喔喔喔 你沒有啊 雖然並沒有直接讓我擊中 但是又多了一個卡順Q的機會 我已經有11張奧茨可以在合牌完成逆轉 那最後合牌了一張專快A 沒錯 奇蹟並沒有發生 那這場超級豪格賽 我也就在這個地方出局了 對 原本看到這個翻牌 我還以為今天我是幸運六寶寶 但沒想到這麼多奧茨 開不出了 就是開不出來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下個比賽 我就在第八名出局了 獎金是5萬3千多奧幣 大約台幣112萬左右 那還是老話一句 結果當然不是我們能夠改變 不已成舟 但重點還是在於檢討跟分析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很多人會為了說 為什麼在半公開我上面 很多玩家在OIN前 都會打出自己11分之一 甚至一半的籌碼 這不是已經套池了嗎 真的還有蓋牌的空間嗎 問答說 還真的有 因為啊 所謂的考密套池 是只單看籌碼EV的底次賠率 但FT上的ICM EV 是不存在套池問題的 比如說這邊如果有人OIN 再多一個人OIN的話 就算你已經丟了三分斤 或一半的籌碼進入到底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整個蓋牌的 對那第二個是 這首牌其實我後來回去檢討之後 當然以CYM EV來說 K10同化13個大嗎 你在MP要在這邊推 完全是可以的 沒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推改一些 譬如說 KJR、KQR、GCX 跟小的手禮隊 但以FT上來說 選擇RACE 應該還是比較好的策略 ICM EV會高一點 畢竟K10同化還是 比較便宜的一個組合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那一下就是這支影片的內容 喜歡POO或對我平常有趣的朋友 不要忘了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喔 除了之外,下禮拜千萬別忘了收看 我6BET LIVE的視播集 也一定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小六 我們下集再見